唐妹结婚 我包架飞机送你去吧 不用 我老家是小城市 没有机场 我给唐妹准备的礼物还没来了 等我一下 陈特助 安排一下 不要在美好老家修机场 好的总裁 给夫人唐妹的红包包18分8 您看可以的 给美好的亲戚包那么少 我是污污人了 我有一根最有成果的人 唐妹 恭喜你啊 离婚快乐 唐姐 你还真来了呀 你这28岁都没有男朋友 我却抢先一步 嫁了个好老公 我还以为 你不好意思来见亲戚了呢 你别用你那真眼大的心思来揣揉我 我有男朋友了 这是他托我送给你们的红包 这是我给你整个的C卡清净礼盒 特别适合你这样的油皮 很多明星都在用这个 C卡白地洗面奶 卖了好几百万只呢 算你有眼光 不过这个红包这么薄 也就200块钱吧 你男朋友是怎么好意思 把他拿出来送人的呀 你唐姐是什么档子 你还不清楚吗 他找的男人能有几个子啊 估计这红包 居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吧 所以就说呀 学习好有什么用啊 换哪步怎么样啊 哪像我呀 下了这么的有头有脸的 低产老板当老公 我没好 羡慕吧 当然羡慕吧 你老公三婚再俩了 年方48 跟你啊 绝配了 你这叫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你不知道吧 我老公年薪好几百万呢 年薪好几百万算不了什么 咱们行业巨头沈氏集团 要来本身建一个机场 我拖了一圈的关系 认识了沈氏的陈特助 陈特助呀 可是今天要来咱们的订婚宴哦 真的呀老公 哎天呀 陈特助 陈特助呀 可是沈总旁边的红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只要能讨好他 这个项目肯定是咱们家的碗 这一批可是好几千万呢 真的呀老公 一会儿得好好讨好讨好他 这么一看 那点煮桌那就有点挤了呀 葡萄好 你去茶几双吃吧 大家都是亲戚 你这样去烟肤失败高采低 不太好吧 谁要跟你这个穷光蛋做亲戚啊 让你在小桌上吃点剩菜 已经狠给你脸了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 行那你别后悔啊 哼 陈特助您快请 夫人您怎么在这儿 主桌上没我未成 董萄 好了他能不让夫人上桌吃饭 陈特助您请上座呀 他都没上主桌 我就不用了 我就坐这儿 哈哈陈特助就是平易近人 来来都坐茶几 陈特助啊 我们真的很想上街机场一个项目 你的帮帮忙 在陈总面前每年两天 这个事儿做不了 总裁也就像总裁夫人吧 哈哈 我们草旧给总裁夫人准备了一份大力 总裁夫人他不受虑的 有你什么事啊 罗美好 还不赶紧给陈总面前倒茶 好嘞 哎不用不用 给我自己来 不可犯人啊 陈特助 你怎么对罗美好这么好啊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怎么会 我们不配 哈哈 我就说嘛 像陈特助这样的精神人士 怎么可以看上罗美好呢 他这个档次的女人呀 以后就可以嫁个雏龙蛋 这一堆的穷小孩 哈哈 你是在预言你自己的人生吗 你谁啊 这是沈氏集团的总裁沈醉 您大驾光临 真是我们的荣幸 听说这顿饭 你吃得很不开心啊 夫人 陈总 我是罗美好的老高 那陈总 他就是我的堂姐夫了 咱们也算联系的关系 把机场的事 不就更好办了 机场的事 本来是要交给你们承包的 也算是我送给你们的 新红红包了 陈总就是大方 几千万的项目 当自己 我把合同给你们的前提 是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老 但你们却对他百般侮辱 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唐姐 大家都是亲戚 你别跟我们较真啊 你刚才不是还来说 没有我这样的新纪纪 现在 如你所愿了 哎呀 唐姐 我们俩开玩笑的 那这个合同 你也当做是开玩笑 以后只要有我们 沈氏集团在 你们休想弹成任何一单身 等着倒闭吧 陈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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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